今天配戴的是什麼東西 我有帶一些就是 我自己在網路上買的 因為我很愛在網路上買東西 那這個東西 它其實踩在上面的時候 它就會知道你身體的體重 然後你就可以設定 然後它就告訴你說 你應該要瘦多少卡洛麗比較好 然後設定自己標準 我沒有人要叫你帶體重計來 這不是體重計 這是這樣子 你看你踩上去之後 你脫了鞋 然後踩上去之後 你必須要扭動你的腰 然後它就可以告訴你 你今天瘦了多少卡洛麗 就是很人性化的一個東西 你就必須這樣瘦這樣 對 然後你 如果沒有瘦到一定卡洛麗 它還不會就是 發出嗶嗶的響聲 它就不會輕易讓你下來 所以就很像一個 可以督促你的老師這樣 這個我看要瘦到100卡洛麗很難 很難 我差不多轉10圈 才會瘦0.1卡 不是 我真的覺得 像健身房那種什麼 可以瘦極卡洛麗 你有沒有踩過腳踏車 或跑過跑步 有啊 飛輪瘦超快的 飛輪瘦超快的 那種大飆汗的運動 其實星塵代謝是最重要的 還包括你的身體體質要好 還包括你的生活作息要好 不然的話 你運動其實那麼努力 你今天跑 Keybasing大了一個小時 可能最多400卡 可是你吃個東西 其實就回來了 一個便當都不只400卡 我每次越跑就越灰心 所以我就不想跑那個 就跟體重計 我也很久沒蹭一樣 你不知道有些東西不要太常接觸 可是有一個很好的運動習慣 包括你身體有很好的清晨代謝 就像一個悶燒效應 其實你的代謝很好 你才不會變好 而且常運動的人 氣色都會很好 對 像我媽媽跳十幾年的有氧 她已經55歲了 可是人家出去都以為 她大概40而已 真的 有差 氣色很好 對 好 所以這個佩佩 你還有一些怪東西 對 還有這個可以提供給上班族 我就常坐那個辦公室的人 因為她其實這樣的構造 你就是可以坐在上面這樣 坐在上面 對 坐在上面 因為我們平常跳那個草拳舞 不是會這樣扭嗎 然後就會瘦腰 它其實就是輔助你 就等於說在練草拳舞 你就可以這樣子搖 可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體重太重的人 就可以一邊打字 然後一邊這樣搖 可是如果你體重太重的人 可能會把它做點掉 對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在泡澡的時候 因為泡澡就是身體會有一點浮力 然後這樣搖 泡澡的時候用會比較好 可是上班用這同事 會覺得你屁股很癢 對啊 你從背後看就好尷尬 對啊 然後有製作的在做什麼 聽起來完全不可行這樣 我常常愛用這個的耶 就看電視的時候也可以用 然後這個它其實就有點像 是沙包的那種作用 它一個大概是250克這樣 然後你可以泡好幾個 然後就可以瘦蝴蝶袖這樣 然後還可以拿礦泉水 老師 這動作是不是可以瘦蝴蝶袖 對 可是其實我是建議 組數比較多 就是你要做很多次的話 輕一點 因為如果你很重的話 你會訓練到比較壯的肌肉 對 如果你很重那種 四 五下你就受不了 那個肌肉就會爆炸大 對 如果你那種小環會輕輕的 對 你可能做個50次到100次 慢慢的做反而不會受傷 而且手環很重要 如果你抬手 你超過45度 請你的手轉過來 不然很容易肩胛擠壓症 你會讓你的肩膀受傷 你要把肩膀轉過來 這樣往上 然後你要把肩關節往後轉一點 肩胛骨往下去 如果舉手的話 手這邊要這樣子 對 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子抬手 或是打球什麼 這邊都受傷 他以為他是50肩 其實不是 他是肩胛擠壓到了 他的肩封鎖鎖骨關節這邊受傷 這都跟老師學 要不然這些我們根本不曉得 我知道 我就在家一直這樣舉而已 很多課程後面是這樣 到之後就完全受傷 所以要正確的位置 也是要控制好 對 你的關節角度其實很重要 所以Jerine老師教我們一下 就是說如果正常 你是要瘦蝴蝶秀 而不是練這裡的肌肉 我要怎麼舉比較好 基本上來講 我們可能會搭配一點舞蹈動作 可能說在做 平常我們最基本的作為右 我們要到前面了嗎 好 最基本可能我們在跳游泳課程 佩佩 我看你跟著來一下 你這個恐怕在家風做錯了 對啊 通常我們一些游泳課程 會做一些手跟腰部的訓練 那我們先從右腳開始 右腳就去往內踩 OK 雙手一起往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腰跟你的手 OK 蝴蝶手 腰跟手都有受到 記得要往下踩 往上面 變成上面 再去夜店也可以跳 就是他老師講的 你的手一定要手腳朝上 手腳一定要朝上 右左 右左 對 或是測試的 往上的 會陪你瘦了 老師好快 你瘦了 我在後面看你都瘦了 我自己活出來了 真的假的 但是記得不要累了 直接往後丟了 然後就這樣 OK 不是累了就把水打開喝掉 直接喝一下 然後重量變得清 這看起來很簡單 我們PASS的第二個人看能不能 來Amanda 我看你運動神經最差 哪有 好厲害 他們揮一臉肚皮膚 我看你只是同手同腳派而已 好 右腳在前面 我們揮一臉肚皮膚 然後雙手放前面 幹嘛 右手在下面 左手在上面 來 屁股往下坐 你會覺得你的手有點力量 抓緊一點屁股往下坐 四個六 七 五 GO 為什麼動作比較難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往下 一 二 三 四 往下坐 老師沒有換位置 因為我看不到你在做 好 來 右腳在前面 好 然後屁股先往上 想像你屁股那邊有一張椅子 往下坐 四個六 七 GO 一 二 三 四 繼續 一 二 你怎麼全身都在甩 好 我們還是換動作好了 好 我看是換人了 謝謝 難 這是一點基本的運動 一點操作 就是除了蝴蝶秀之外 你還可以做別的就對了 對…訓練一下 其實肚皮舞裡面也有那個動作 肚皮舞 可是我為什麼看很多 跳肚皮的肚子好大 對 真的好奇怪 請看一下 就是因為本來我一想天開 想說練肚皮舞既性感 又可以增加歸房情趣 對 然後外加可以瘦肚子 對 所以後來我發現完全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班上厲害的同學跟老師 肚皮都大跟鬼 小叮噹啊 所以我就覺得 我去第一堂的時候還不敢問 後來第二堂我實在忍不住了 然後老師就說 我就很想說 老師為什麼肚皮舞的高手 肚皮都這麼大力 他就說 真正肚皮舞跳得好 肚皮都很大 真的 他們的美 就是從他肚皮在甩動的感覺 對 他那種運動方法會訓練到 他肚子的肉會變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核心肌群是最重要的 我們反而 像我們身體的內臟已經是 因為低吸引力很容易下垂了 那你還在裡面把它甩到 對 所以我會建議 平常女孩子還是要去訓練 你的內臟往上提 提肛收腹的感覺 像我們中國人很講究養生 就會說 提肛收腹成肩最軸 可是 很多人他是反而是要去 把它練往下 對 這樣的話你全身都垂了 不只是你做什麼 而且是很多女生生完了之後 他的這個子宮什麼都往下垂 對就很容易肉尿情形啊 或者是一些 對 婦女的疾病 對會很疼痛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 是練肚皮舞會下垂嗎 像我師資班有幾個肚皮舞的老師 反而來上核心的練習 他們有一些觀念 教學生怎麼樣訓練核心 包括你身體怎麼去控制 你在控制的範圍 達到一個身體的甩動 是很好的 可是你不要 跳不好的人就變成那個了 對 如果人家晃肉其實是不對 晃肉 他其實外面雖然很多肉 可是他裡面有肌肉 他靠裡面的肌肉來控制 可是外面肥油在晃就對了 對 它是一個效果 就像你剛剛在學那個JD老師 甩屁股的時候 你甩的方法跟他就差很多啦 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有原因 接下來這個是最紅的倫巴對不對 最新的 倫巴課程 它現在在歐美最流行 廣告回來要公開 既動感又讓人振奮的ZOMBA舞 觀眾們快喝口水準備吧